割刀後的農田搭起了土窯 正在燒的火紅 西柏紙裡包著雞肉 雞蛋 玉米 地瓜 還有角白筍等等食材 農政地幼兒園的小朋友 將要體驗兩天一夜的畢業成長營 一起空窯 製作竹筒 打水棧 以及業術學校等等 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安排 在畢業的前夕 再次發揮團隊合作的力量 探索生活的點滴 要等火熄滅才能放食材對不對 其實不用了 因為把它蓋住了之後就會熄火 就會熄火了 好漂亮 沒有 真的嗎 地瓜 哇 正常請你指教一下小朋友在上面 我們今年的食農交易開到永遠 今天進入到的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的品嘗食物的成果 也結合了我們控窯的活動 等下呢我們又有這個 我們又有這個 吃了這個控窯的食物 然後呢 晚上也有這樣的一個 塑飲的一個活動 整個的這個食農教育裡面 也結合了我們學生的學習 所以呢在這裡要謝謝所有的老師 所有的家長一起配合 讓我們的小朋友在生長過程當中 沒有漏掉的一個這樣任何的一個階段 裝的時候 裝成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讓那個米粒有沒有 糯米的一粒一粒的掉出來 我們不要浪費 我們要做做愛護食物的小朋友好不好 我們盡量不要讓那些米粒吊在桌子上面 好不好 天氣相當的穩熱 幽園也準備非常多的水球 讓孩子們來打水站 大小朋友玩到便宜樂乎 小朋友剛剛坐完扣椒 他身體很熱 他後面很想說去玩水 他剛好家長 我們就想說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他在園裡面有這樣的 比較安全的 玩水的遊戲的活動 那也讓他們體驗了 這樣的互助的一個團體的一個活動 希望他們有一個很美好的 童年的一個活躍 這次是今年度食農教育 愛到永遠的最後一堂課 因為認識而學習珍惜 每個過程讓海藤們都有參與感 進而認識這塊土地 也讓小小的畢業生 都能夠正向祈福勇敢 也自信的邁向下一個學習的階段 夜蘭新聞記者 來下回查看報導 夜蘭新聞記者 來下回查看報導